在香港留的時尊 指定為泰國來的台上 全天到中華共和藍苗宮婚禮馬 展開中華跟泰國的中國交流 在京十年的行業 泰國藍苗宮媽祖京新廟也在27號錄像 中華藍苗宮在市長的大年之下 造成現代團體到泰國進行中國錄像 泰國藍苗媽祖宮的建廟開完 是一天在泰國輸入成的台上 在15年前等來台灣探親的時候 拜訪中華藍苗宮跟廟公去泰國混打的過程 希望可以婚禮媽祖全容泰國 經過半壁清洗媽祖之後 第六三的新規 泰國藍苗媽祖宮變出結圓 並且在20000年婚禮媽祖到泰國 在婚禮媽祖宮可以到泰國宮訪後 泰國藍苗宮的信眾每年在媽祖聖誕前 都會組團等到中華藍苗宮做廟進去 並且參加藍苗宮的本港媽祖廟進去 所以這次泰國藍苗媽祖廟新廟落成 中華藍苗宮媽祖也會組團整容很好 我們非常高興來到泰國藍苗媽祖宮 這個新廟任務安全以及 我們的酒房齋的活動 看著我們任務郎主委和所有人在台中 這麼認真打招 而且可以買到這麼好的廟台 和第一期的工廟順順利完成 我們說得非常高興 因為我們泰國藍苗宮是我們在公共六年 為我們中華藍苗宮分寧到這裡 已經有十一年的時間 那麼這十一年的時間 我們看到我們的廟墓不斷行動進步 而且也接著我們廣南阿 最大的媽祖廟 我們期待我們這個媽祖法律的行為 可以保備我們廣南阿在泰國的台上 大家都在身體健康萬事主委 可以生意興隆 大家在平安順序 這個南阿公參風團全都泰國 許多台灣主泰國大賽統政員 以及泰國南阿公主委林耀堂上人 各個集台 副市場強調 這個在中國集團以外 也當時行銷中華 帶動兩國中國交流 新中華新聞 北明林 中華 蔡芳博德